10年 这个国家最终于在亚洲 所以我希望谢谢 Wan Infra 选择台湾 和回到这些地方 魁维十年世界新闻媒体年会 这次选对台湾举办 副总统赖清德出席 欢迎酒会全程英文字词 大秀谓语能力 媒体自由是我们的主义 它也关注我们 自豪地说 新闻自由是台湾的核心价值 赖清德创谈台湾媒体环境 更不忘像国际友人 大力推荐台湾美食 五分多钟的演说 赖清德不仅全程使用英文 还不看讲稿 相较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偶宜上回出席世界授与十大会 开口秀英文可是让大家瞅目结舌 台湾英文连发现场翻译 被吓得措手不及 虽然说英文好不好 不是选总统必备条件 但当总统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国际事业 英文好确实是假分题 明镜新闻最后报道 明镜新闻最后报道